你们做一个家庭版的爆米花 好 放玉米粒进去 配50克的糖 再配50克的油 黄油 爆米花专用油 还有咱们的食用油都是可以的 只要是可以吃的油 咱们都可以放 帮我打开啊 给大家看一下火候啊 按钮成平行的时候就可以了啊 这个咱们自己家吃的那个 自己家那个普通的玉米粒 它是没有办法爆爆米花的 然后咱们的玉米粒是不一样的 能看清吗 它是不一样的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黄油 先让它融化一下 你们有食用油也是可以的 只一起都放进去就可以了 或者先化黄油也可以 或者用食用油就可以 都行 做爆米花也是非常简单的 但是不能偷懒啊 一直炒 就像炒菜一样啊 一直在那样炒 不会炒菜也会做爆米花 也太简单了 学会的时候就不需要 去外面买了 不需要调整火候 不调火 平底锅炒菜锅 只要家里有个带盖子的锅就能做 自己在家吃啊 想做多少就放就放多少啊 喜欢吃什么口味就做什么口味 这是原味的啊 原味的 翻炒7791下就可以了啊 好 爆开啊 爆开一叠着就可以盖上盖子 盖上盖子也好 怎么咱就可以晃锅了 一直晃 要后来啊 一直晃 累了就歇一会儿 哪要晃啊 哇 好多耶 你看这一只 等到完全没有声音的时候再开盖子哦 好 把盖子打开 哇塞 家庭版的爆米花就做好了 非常的成功啊 简不简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